紫 daí 請饅頭詞 Natürlich 豬扒吃下去 很軟很多汁 一定比昨天的 世界之生! 千萬不要喝酒 今天喝完之後 就已經廢了半天了 你看,整塊臉這麼大 我以為裡面是炸粉這麼厚的 不是,肉汁是這麼厚的 OK 現在我推薦的歷史 這個世界之生果就 看時間吧 其實剛才那些炸豬扒真的非常好吃 那些是味噌豬扒來的 那吃完剛才那個炸蝦和炸豬扒之後 因為它太飽了 就是我走了大約一個站的距離 去到現在這個榮丁站 榮站 那我直接就去了這個名古屋的電視塔 那就是剛才你們看的那座塔 就是現在這一座 那這座塔呢 是超級容易形的 基本上你一走到附近 你看到那個 噹噹 你都知道在哪裡了 我還沒走到電視塔的時候 其實我去了警安殿堂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 喜歡買東西購物的人 所以剛才我走那麼多層 我一件東西都沒有買 因為不敢興趣 所以就直接走到這些景點 還有剛才你看到我拍片的地方 有水池那個 其實就是Oasis 21 樓頂的宇宙船 那我在這裡 直接走樓梯下去 最底就是Oasis 21 那個大商場 那我就看看商場 有沒有我想買的東西 我們一起去看看 在日本坐樓梯呢 他們的樓梯是非常之靜 靜得好像沒有動 沒有聲啊 今天去完那個大衰觀音節之後 我肯定自己是非常之喜歡去這些 有歷史背景的景點 所以明天的行程 我是都很期待的 因為明天去明古屋城 和去熱田神宮 這兩個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景點 過了明天就是我整個明古屋的棄浴 就是去高山飛沢和白川鄉 我現在看看天氣 應該好運地 因為我希望是會有積雪的 因為在我去高山飛沢那天 我早上要乘8點多的巴士上去 所以如果我一覺不覺意 一硬了起床就玩完了 千萬不要喝酒 一定要早起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對我明古屋的行程是有興趣 就記得在我Facebook 喜歡的按讚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老子 See you 請看